看完第二天,沙特电竞街霸的世界杯 四位中国选手只留下了中国香港老王一位 真的太可惜了 而日本,16强里面就有9位 形势非常的严峻 不过我看了一下我直播间的发言 大家又搬了一些成年的垃圾话 在这里,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两句 面对国际赛事 我希望大家保持一致对外的态度 全面支持中国选手 为什么中国在外面的面子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那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力打出来的 绝不是对自己人冷嘲热讽得来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一场赛事 否定了所有人的努力 我知道大家都想我好 至少比别人好 哪怕是一些些 但我希望的是中国选手都能在国际赛场上闪闪发光 而我希望还能做到最闪的那一刻 而绝不是同伴们稍有差错 就心灾乐阔 落井下石 这个跟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的气质 一点都不大 家人们 这次真的是家人们了 因为你们的发言在外界看来 真的代表了我的发言 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到面对国手 他们比赛都能做到一致对外 如果你们都希望我小孩更好一些 那就让我在真正的赛场上 对阵国手时 用我的双手 再跟他们一蹶高下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手